疾病便能教导我们慈悲 消除罪业之法 金刚萨多法 六道众生在轮回中承受无止境的悲惨痛苦 究竟根本之因乃源于业障与三毒 无名、称恨以及欲知 除非众生业障及毒根完全净楚 否则永无解脱的一天 在经典与秘序里 佛陀曾很清楚明确地提到几种消灭的方式 而其中最迅速、最殊胜的就是礼拜金刚萨多 忏悔并修持金刚萨多法门 金刚萨多是象征大圆禁制的无相本尊 换句话说 以外秘论 它是代表全宇宙的划线 以内秘论 它是总及所有本尊的划线 本传承的金刚萨多仪轨与残修方法起源于联施 本传承的金刚萨多仪轨与残修方法起源于联施 它为了未来世众生的利益 将此法秘密地藏于藏南一处 叫雪多乌卡达的岩石中 后来第十七世纪中 由乌金中宝笛巴在灵世中发现取出 从那时起 金刚萨多的原始仪轨与修持方法一直很虔诚地被保留至今 无意识修改 而修持方法也维持着原来样子 无论是显密的修行者 其基础都在于文、思、修以及对因、道、果之政界 一、对于因、修行者应是一切友情、气、世界、平等、不差 之所以有近与不近之分 只是其外相的显现而已 二、修道时建议要明容 简单地说 修行者要融合二种禅修为一 即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 这样子它才能免于二元对立的观念 而对于取舍以及敬贵等不再有分别心 三、果是二生之融合即法生与化生 谈到修行者有三种 上根弃者、中根弃者以及下根弃者 一、上根弃者 一、上根弃修行者 基于对佛法经论的深入了解 以产生坚定不谣之信心 实时精进修行 并观照内心自心 无一丝凡夫俗事的信念 长持亲近三昧业界等等 此等修行者有可能在这世即开悟解脱 二、中根弃者 二、中根弃修行者 有可能在中阴时解脱 三、下根弃修行者 如长持亲近三昧业界 也有可能在十六室内解脱 但莲花生大师又说 一个人如果都不符合上述三个条件 则只要曾参加金刚萨朵法会 一个善因缘便已开始建立承受 这个因缘 不管是顺缘或逆缘 都将对他有所注意 重业消除须时间 若说过去是所作重业 现在是修法不可转 那我们何必祈求佛法救度 其实业力可分为完备 一、重罪业 此种罪业当过现行时 无法再顺前消失 二、轻罪业 俗称为障碍 可以在短期内修法忏悔 使之消失 罪业无论重轻 皆可借由殊胜的佛法 使之消除情境 唯独重罪所需之心力要大 时间要旧 才能消除静静 同时还需借着努力用功念咒及观想 经过许多次的升起次第 及圆满次第的休息 再经过长期间不间断的修持 才可以渐渐清楚 例如某人注定将死于地震之灾难 此即为重罪业 若平时无长期间之修持 则在业果现前时 无法在短时间内使之消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称为重罪业不可转 至于教情之罪业 则可以借由忏悔来消除 忏悔就是将往昔的恶业残除 比如观想在诸佛前 忏除往昔的恶业 特别是以次例忏悔 去做是最原来的 一 在想往昔所造的恶业时 可以想自己从小到大的谈心 生气 嫉妒 恶口等 如果受过别解脱戒 菩萨戒 秘称的戒律的话 有犯过根本罪 僧残等 要生起对这些的后悔心 因为在死时 这些恶业未掺除是很可怕的 二 观想在诸佛前 忏除往昔的恶业 三十五佛一定会说 你已经清净了 不会把你带到法庭审判 我们造恶业或起心动念不好时 面对亲朋好友时 会不好意思说 会感到害怕 但是不用怕对诸佛说 而是要转向佛菩萨求残会 三 阿底侠尊者说 我每天犯的错误 如同雨点当多 尊者都时时刻刻在修残会 那么我被凡夫每天所犯的错 是不是连大地都承载不了 善知识修法之道 将供康夺博切在所有开示前 均已将心转向佛法之四念处开始 死四念处有成四宫夹行 即一人生难得 二死亡无常 三轮回过患 四夜暴凭果 尤其强调出击者应多方面参考这类资料 这是最基本的教义 应根植于我们心中 关于这四点 人坡切由于简短开始 一、我们之所以有机会修行佛法 但应拥有宝贵的人生与自由 这是源于我们过去生的善性 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此善业功德 因此他的福报、自由与人生 也是非常殊胜难得的 二、我们现在既已获有它 便不应将它须知 当我们仍拥有自由且能修习时 应努力勤修正法 生命长短不定 死亡之音亦有千百众 我们不能确定过了今天是否还有五天 因此从今天开始要下定决心 认真修习 认真修习 三、死亡时 万般皆带不去 唯有善恶业所生 此生拥有的美食、景衣、金钱、财富、华屋、房屋、声明全是等 此时对我们一点都无注意 事实上 仔细分析 人的一生并非十分需要这些东西的 四、因果不昧 随善恶也得不报 死亡后 不管得身又到何处 总是痛苦等着我们 因此我们要生死守闭 绝不造作害人之恶行 身以生命为毒 我们要情修善业 积聚福德 在观修四面处以及无提心产修之后 都要做普贤七支佛式供养 七支佛式供养集 一、礼敬祝福 二、广修供养 三、忏悔业障 四、随喜功德 五、勤转法律 六、请佛注释 否接回向 平时要时刻不忘将菩提心的修行 与其禅观的意义 融入我们生活的体验中 在行驻祖国中 持续保持禅观中的绝授 观世间万法 包括自身、众生、一切外境等均为虚幻的显现 就像一场梦 看似清楚 时无时性 将心自然安住 清明而不散漫 心无所缘 不为生起的念头所牵引 尽可能随时把心保持在简单、自然明晰的状态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夺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智业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灾界即大悲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元月二十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主委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许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法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抖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祈福神舟忠明护法供养 即消灾操建法会 日期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上午十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佛前大贡 恭请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中午十二点 岁末感恩联谊餐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十三点半开始 奖金在家律学塑药 送阿弥陀经蒙山诗石 消灾操建回向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二十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大悲观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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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final habl訪 宜兰大悲观音道 依你一旁 依其百佛言 送天神与人 何妄得利益 四里求幸福 尽求最吉祥 世尊如世大言 无尽于痴人 亦念指着脚 曾经有得者 是为最奇效 七处是一处 往心有得心 只剩余真大 是为最吉祥 破万宫秘籍 延迟住境界 天叹月人兮 世为最吉祥 奉托公子 记得千佛 百佛产子 百佛机自 总也有无憾 十位最吉祥 不是好平等 放出衷心卷 行为无瑕疵 是为罪迹象 写心是精致 可几乎饮咎 美得见无影仪 是为罪迹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共情与谦绕 知足并感恩 几时问教法 是为罪迹象 人来与顺踪 得见众沙门 世事论信仰 是为罪迹象 自知今生过 领悟八正道 世政也盼望 是为罪迹象 他 无忧无人 无忧无忍 宁静无烦恼 是为罪迹象 你自信仰 无忧无忧无忧 你借出的福 是为罪迹象 他 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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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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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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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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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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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